本地每年的新生嬰兒當中 大約30%多胞胎 另外4.5%屬於早產兒 這些新生兒的父母壓力 往往比一般的父母更大 有議員因此促請政府 向一些國家看齊 為這些新生兒的父母減壓 包括延長他們的有薪育兒價 直到這些新生兒脫離家戶病房為止 益順及選區議員黃國光 在國會上呼籲政府 給予早產兒和多胞胎的父母更多支持 育有一對早產雙胞胎的他 列舉多位有同樣情況的父母 所承受的壓力 在談到親身經歷時幾度哽咽 黃國光也表示 給予早產和多胞胎的父母更多支持 不會顯著加重雇主的壓力 因為這些新生寶寶的佔比不高 總理公署部長楊立民火焰時表示 政府嚴肅考慮如何更好地支持 這些家庭 不過他也說政府近年來 持續加強職場父母育兒措施 需要讓雇主有時間調整 再考慮其他做法 國會已經休會 稍後開始